你超過 好了 我們今年2064年的今年超了美 我們正式展開 肝病是國病 肝病防治血素基金會為了喚醒國人重視定期檢查 避免太晚發生肝神病 舉辦大規模免費腹部超音波篩檢 今年有30家醫療院所參與 共計5771人參加篩檢 一場濾鏡高達82% 先每年均有過半的民眾發現脂肪肝 希望藉由這個運動 讓國人知道 要知道肝好不好 不是吃飽肝料 肝好不好是要知道自己有沒有皮膝肝 最重要的是每年一定要超一次 假如你有皮肝吸肝 一定要半年超一次 所以這個是一個 類似我們國父當年武昌棋益那個做法 就是讓全民響應 讓大家知道超音波是在我們要的重要 我們這裡也非常謝謝全台灣30家醫療院所 跟我們響應這個全民副超運動 希望這個運動可以全國遍地開發 讓台灣每一個人40歲以上的國人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一定要超一次 我們看一個人好好的很帥 看一個女生很漂亮 這樣也不代表他的肝好的 我們知道他心肝好 但是心肝好不代表他的肝好 隨著這個B肝或C肝的治療 大家如果願意接受 出來接受治療的時候 將來發現肝硬化的人數會越來越少 那有疑似肝癌或性質不明肝腫瘤的人數 跟比例也會逐年的下降 這個是我們的主要的目的 當然其中很重要的脂肪肝 如果能夠不斷的減少 那也是我們對未來的肝病 一個很重要的提前的一個指標 當然從人數來說我們是滿意 因為比我們預期要做的人數還多 不過最重要的有兩點 第一個除了人數以外 最重要是脂肪肝的比例下降 像雲林的話 他們也是有設一定的限制 可是脂肪肝過去百分之七十幾 現在只剩下百分之六十不到 所以我們全台灣其他的醫療院所 百分之五十六變成五十三 所以這個相信應該是國人的觀念 有一些改變 這個原來就是我們做這樣的活動 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從這個觀念的改變去轉化為行動 然後最後得到一個具體的 一個改善的事實 趕集會董事長許金川 一手拿著超音波探頭掃描 一手操作儀器仔細說明 躺在檢查床上的是許金川教授 解釋四十多年的老友江存松 兩人曾因超音波結下革命情感 這段善緣延續至今 當許批還很小 小醫生的時候 那我就認識他 那那個時候呢 因為他台大醫院 沒有辦法給他很大的 買這個機器的設備 那我就提供設備讓他去研究 肝癌怎麼診斷 那個時候對剛才的展盪非常困難的 不是一般的這個這個 X光上的CT可以做 那那個時候是用超音波是最好的 但是會用的人很少 老實說在剛開始的時候 幾乎沒有 那洗批是第一步 那他自己把這個東西學習好了之後 他再延續到去訓練各地 這個每個地方的醫院的這個醫生 所以今天到現在為止 做這個肝病 可以做肝病的檢查 醫生在台灣 我想可能是上萬人的 在五十年前只有洗皮一個人 所以這個貢獻你想要待有多大 是非常非常之大 感受到肝病篩檢的重要 活動贊助商黃志怡 也常鼓勵民眾救助肝苦人 傳遞為善最樂的正能量 那麼今年中國新多磁探基金會 特別跟我們肝病 黃志學術基金會來合作 我們的善款特別指定用在 偏鄉的醫療資源 尤其是今年開始舉辦的 這個今年超人民這樣的一個活動 目的就是要充分來照顧 偏鄉地區的比較弱勢的一些民眾 讓他們跟台灣本島一樣 有一個平等的醫療資源 腹部超音波檢查是一種 無痛迅速方便揪出肝臟等病造的重要利器 肝機會自成立以來 就積極呼籲 BC肝病友一定要定期做腹部超音波檢查 每年免費復超篩檢活動遍及全國 希望能藉此建立觀念 即使沒有BC肝也要每年超一次 就有希望加速肝病從台灣消失 記者翁明君 台北報導 好